建車了,好了看看,班博已經比莫塔拉快了 一出來就馬上爬了莫塔拉頭,走到前面就是做浮潔 就看莫塔拉怎樣做,這個圈大家都是看一下有沒有問題的 或者要將所有的輪胎、制動進入電常工作溫度 看看今天的排位賽,第二次排位賽,看不如車手可以做出的時間 比昨天排位賽做的事情更加好 是的,莫塔拉就有分18.23秒,看看今天會不會做出一些比莫塔拉快 甚至乎是打破大表紀錄的圈速 班博,經過星期四的練習和星期五的第一次排位賽之後 雙方的車手,對於公民在公民的輪胎道的路面環境更加熟悉 同時也會跟公城車做出更加多的溝通 跟這個數據之後,公民會做出更加理想的調教來準備 今次的第二次排位賽 是的,班博這一個也是可以說建築標題的車手 一般車迷都會留意奧迪,平時,以及保華這三大車廠 始終都是,他們的車手的名氣 在今屆賽事確實是比其他車種的車手要高的 但是現在鏡頭看到了,班博這位的車手 其實不是說明不經短的,紫陽 是的,班博的表現非常出色 他不僅僅成功衛免亞洲保時捷卡雷拉的總冠軍 而且他參加這個,保時捷超級杯的賽事也得到總冠軍 這個保時捷超級杯是被譽為 保時捷超級杯是最高級數的比賽 因為每年的保時捷超級杯 其中會有多個分操的賽事 在這級方程式比賽的支援賽事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分操都會在一些級方程式的賽事上比賽 我發現第一年參加保時捷超級杯 竟然擊敗多位當中的老手捷超級總冠軍 那可不可以叫他做波子王? 其實是 就是今屆的總冠軍 在場裏面歐陽若熙 過往就因為開保時捷 開到很快就拿到好成績 被譽為波子王 現在這一個就是真真正正 因為拿到是年度的冠軍 總冠軍 好了,回到將會是第一個圈成績做時間 是的,眼高就是剛才落發小關之前是收慢的車 即是他不想跟前車的距離是這麼接近 他希望待會是隔時間 是的,這也是很聰明的做法 因為如果跟其他車被擺起的話 就很難做到時間 那看莫特娜和班國之間是怎樣的交流 班國就是今年雙短總冠軍 沒錯 那指明他對於保時捷的車 根本就已經是指數紋常 是的,他是操控之餘的 可以這樣說 但就這輛車 好的 看看莫特娜 那麼莫特娜在近五年 公文間的大賽中 總共贏過六個不同賽事的冠軍 那麼多中包括兩次的 三個桑城模式的大賽 三次的DT杯大賽冠軍 另外還有一次 是贏得奧戶的 A&S杯的冠軍 因為在六十屆大賽的時候 也有加插過一行的VM賽賽事 莫特娜 也都有參與 而且這個順利是冠軍的 沒錯了,我記得 郭富城也有來參加一個場的賽事 雖然莫特娜在今屆的狀態 不是說太好 因為走BTM的時候 那個狀態給我的感覺 是比較圈肤的 當他fit的時候 就可以在最後一個位置追上來 甚至乎可以是棋籃仔 但是有一陣子 排位賽,或者整場比賽 連影都沒有 當然每一位車手對於不同的賽道 也有不同的心德 或者是去現場的一些賽道 那狗牧賽道對於姜特娜來說 非常之正常 是的,現在大會已經和班博 姜特娜、眼高 不知道幾位車手 是在計時 在做這個時間 比起昨天的時間已經慢了0.6秒 現在大會都是按照昨天莫特納做出來最快的圈速 2分18秒230是作為頭位的時間 現在大家都做出了一個紅圈 紅圈就是比起昨天的最快時間 都是要慢的 這個圈都是慢慢來 慢慢調整 調整完之後 等下一個圈就會正式 看到他們做出一個快時間 看到斑駁比起昨天慢了5秒 就是是慢慢來的 還有車頂著他 哎呀 慘了 都說越來越多慢車出現在這個賽道上 對於他們的影響是非常之大 這個斑駁相信就不會做到好的時間 硬高的時間比莫特納的時間差一點 但是第二個路段已經是有1.15的這個差距了 莫特納2分23秒 暫時在今天來講就是最快的 不過相對於昨天呢 差5秒 差5秒的時間 還有因為北景呢 都是第一個圈而已 看看之後呢 圈速應該會越來越快的了 這部見到呢 就是你的工作人員 因為今屆的賽事呢 有一部分離的賽車在這裡 是呀 四號車有8個車是和利駕駛的 不過呢 排隊賽 就是第一次排隊賽呢 他的時間就不是那麼理想的 就只是排在這個第16位 那見到啊 那麥特納隊友 為科爾呢 做出了一個很好的時間 兩位18秒254 這一個時間 都是暫時來說是比較快的 那已經上到第二位了 那便要看一看 那邊看一看 哇好像新馬路這樣 排隊長路 就是看到班戶 不斷不斷是要 dobr車 抽出來 然後再過一些慢車 相信這個圈呢 是很難做了一個快速 當然啦 就是哎 就是在他們的工手來說 每一個彎 你是有少少出錯呢 都會影響到的 更加現在要看運氣 因為你那個圈 有沒有慢車阻止你呢 將會是一個的關鍵 所以不要管了 現在那些車手呢 是不能留的 雲哥暫時的時間是快0.87秒 雲哥已經突破昨天的時間了,還有290秒363 但仍然比莫特納瑞快紀錄還了1.11秒 雲波爾這個圈都快的 雲波爾這個圈都快的 雲波爾這個圈其實是很大的樓盒 就是今年的普派內力賽的年度總冠軍 我們也贏了司法24小時的冠軍 雲波爾,雲波爾,雲波爾上水樓 都會駕駛報酬R8LMS 哎呀,這裡有輛車,就是 慘了,這邊是 雲標峰 在發劍灣這些車一向都知道 是比較大的,偷太偷得不夠 現在更加是偷了回去 要推回那輛,推走這一輛 然後那輛,是那輛,前輛那輛 這個車已經變了很多車手 沒有辦法做到這麼速 我都做了 已經濕了車了 即是說又重新來過了 孟高剛才做出來的第一個時間 第一路段都很快 李永登在下路 不是現在上到來 應該已經是遷牆了 還有22號車 韋特文今天基本上都好了 暫時要做到2分22秒313 由原本第12位升上第10位 現在可以正式 再開始 韋特文多的時間 已經上到第10位 不過和前面的車手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2分22秒313 對 落後了4秒幾 好 排女賽 其實一個計算方法就是 將昨天的時間 今天選擇這部的輕手 都是選擇了2人 以來 最佳競速時間 去決定 他們最終的成績 看見到幾個輕手的時間 是快到他自己和其他人打入 出事了紅旗 大會 嗯 有什麼事了 在哪裏 看見大會出事了紅旗 我們看到就是 中點線對出的司令台 就是有紅旗 沒有出了 看到螢光幕現在 也出現了這個訊號 哦 在上面大塞車 嗯 應該都是發劫彎之前 就是發生了一些意外 令到所有的電車 沒有辦法安全地通過 全部塞在上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邊我們是等待 另一個鏡頭 看看是否看到 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這裏就是塞車在排隊 嘩 這場 哦 原來就是可能撞爆了水箱 或者是有些油漬 我看到現在上面也 挺混亂的 一定要清理 因為那個鏡面也挺大的 其實是 剛才看到實車的情況之下 那些車在後面 收席不求 撞不到前面 排到的車 導致可能撞爆了 那些車的一些 部件 都可能扭油才出來 那紅旗之前 似乎 二兩部奧迪 一號二號的時間 是最好的 是啊 雲坡二的時候 剛才做了個兩斤 十八到二五四 又變成上了第二位 是啊 很快 這個時間很接近莫薩拿 那個頭位紀錄 那就是有零點零二四秒之差 來了 馬歐陽曰 就是帶到第二位出來的 出來之後 又會載一個的二身圈 他們 進去那條賽道 看看哪裏有問題 或者是哪裏還有一點點 比較淺的地方 不乾淨的地方 那些車上來了 現在就出來了 就是看清楚 馬天陽 那後面呢 就有班戶 扭手的一號呢 就是跟著 那班戶呢 暫停了 就排第三 因為他本身第二的位置呢 已經被二號車手 維科爾呢 是超前了的了 那維科爾在今天呢 到現在呢 到了兩天 十八月二五四的時間 比同日的時間 還要快兩秒的 嘩 當然時間還有的 那麼啊 有十八分鐘多一點的 那啊 比一班機 多一點時間 那邊呢 那邊呢 建造高度都出來了 那接著呢 就有兩個 胡桑特斯的電車 那是 那些車廠隊的車來的 那車車都比較留心 呢 始終的工廠呢 啊 在八九灣那邊 那邊的工廠都比較滑 一點點 所以 可以說呢 頭兩個車手工會比較緊密些 因為通過碎水路邊的 那邊這圈速可能會更快 可以逃出來 我看到歐陽若熙現在是頂住了 後面很多車都很心急想過了歐陽若熙做運軟 包括車手高度 現在暫時高度在這個位置排在第四 前面就是被歐陽若熙頂住 由於關位都比較窄了 所以沒辦法找到牌頭 結果真的設定很大 那是戰術還是那部車有問題呢 其實這個戰術也有很多 是不是呀?一直頂住 因為現在的時間就不多了 還有17分 現在他暫時排在第五位 後面很多車手都有機會是上來的 歐陽若熙 那雲迪新特這些全部都能跟著上來了 高度再跟著硬高 是呀 暫時在這裏大緊頭 歐陽若熙 看到剛才那班車手不斷推他 不斷推他 不斷推他 希望呢 可以啦 找位走 走了之後呢 可以做快點時間 因為時間越來越少 那剛才呢 我看見呢 下班車的車都開得很慢 希望前面車快點走遠一點才能開始加速 都對 因為前面呢 你過就過不了了 反而呢 就是我偷開多一點的位置 偷開多一點位置的時候呢 就可以做一個快的時間 如雪峰已經是走了 這位的香港車手 好啊 跟歐陽若熙一樣呢 拿著是Otto Martin的 剛才第一個出來的啦 現在呢 已經是放走了他了 剛剛經過了 就是終點 反而歐陽若熙呢 到現在呢 還未是加速的 感覺上 都是慢慢來 是不是這輛車有問題呢 應該就不是啦 相信呢 都是等一個機會 不是做一個快圈 這些是世界級的車手 他們的戰術 或者經驗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不用擔心 對呀 擔心的 這輛車有問題的 似乎已經準備加速了 那麼他後面的步呢 就是文特申達的那輛車來的 沒錯 沒錯 原來現在加速了 真是一個策略來的 好 這輛排得多麼重要 每個車手都不快 看著這個戰力 要跑到快圈的 我看到高度 馬爾門的車手 黑色的步伐 你呢 暫時呢 是排在這裡 第四位 第四位出場的 那當然他的名次呢 就暫時沒有 因為剛才沒有字 對呀 所以他要有時間 剩下15分鐘 看看歐陽可不可以 做一個快圈 那第一個的路段呢 已經是被帶頭的莫沙娜 慢了0.449秒 接近0.5秒的差距 那他隊友呢 余兆峰呢 時間還要一點 慢了呢 就是2秒有多 歐陽若熙 回速入路 那下面呢 就是剛剛看到 方俊宇 還有呢 和里 這輛Banny的戰車 剛剛也是經過了 終點前的 那現在鏡頭呢 就是捕捉著上路 拍著就是歐陽若熙的 這位的田哥子王呢 近幾年都已經是沒有駕駛 沒有字節的了 轉變呢 就是其他的賽事 有一些內力賽 今年呢就是駕駛 Ostomartin來到澳門 主持幾年 都參加一個 整個東京賽的賽事 那當年呢 也就是參加澳門大賽的比賽 那當中呢 就以2012年那時候 的程式是最好的 那當時在澳門大賽呢 兩個回合都贏了 國立普通的賽事 我認同志哥是 出去鬥過很多不同的賽事 其實呢 他的經驗呢 絕對不會被遲現那些車受到的 馬莫沙娜呢 就是哎呀 我看到這裡有小小 是不是 轉一轉地蹦了過去呢 看到車是動了的 不過呢 暫時我們肉眼這樣看 就是沒有這個損位啊 嘩 拿條線都拿得很盡啊 加上剛才那個位置 有一些人認識的 所以其實可能都 雖然上去 雖然本身很努力都 高了很多的 啊 等上去的經驗 但是 有一點滑的 好像 沒錯啦 那剛剛呢 是可以救得回啊 我仍然呢 是向著終點進發的 不過看回那個時間呢 就沒有辦法改正 去昨天那個最佳紀錄啦 那因為現在來到這裡呢 都已經是晚了兩秒有多了 莫沙娜的時間 2分18秒23 考揚揚熙 問題班的時間 一降的時候 2分20秒26 不是 依然排啊 這個 第五位啊 比起他昨天所做出來 予出快了一段少 但是都不足以來 做他可以升到那個 巡視啊 好了 現在呢 暫時排在這個第四位 回到來的高點 看看他的名次啊 是 是 澳門車的高度呢 做了一個圈速時間出來 2分24 27 駕駛是15 那這個是他 那這個是他 第一步的效地 是 那當然啦 對於高度來講呢 這個時間絕對呢 就是理想的 那我相信呢 他在乘黎的圈速來講呢 都會是越來越快啊 好啦 那我看到呢 第五號車的 阿高 慢高的時間呢 暫時是2分19秒363 那我看第四位啊 整個快速前 是自己所做的時間而已 那我唯一的電動呢 在前十位的車子 唯一的電動呢 就是 找波爾呢 上了去這個第二位啊 不是2分18秒254啊 那我過了班校 那我班校的時間 就是2分18秒804 那我教我看分地PP出戰的 那我聽說 今天呢 前口進步了 2分22秒853 那我前在第四位啊 那我始終呢 就看回他的車 從外觀的感覺上面呢 就比較順一點 就是始終呢 是一些的豪華車呢 那近幾年才是出了DCT的跑車 不過那個款呢 都是擺不到他們 本身那個高位的形象 好啦 這輛奧陽藥漆呢 就是慢了下來 讓那條線呢 就是比起高度 咦 是不是有問題呢 那輛奧陽藥漆 沒有理由 突然間是慢得這麼厲害的 是的 那我們見到呢 是很刻意地收慢了 然後呢 那些細壓高了 那些高度也是 解除其後呢 過了他的 那這輛車呢 真的有一點點問題啊 那看一看 那也有可能呢 他光頭的時間已經夠了 那不是這樣理想 可能呢 就時機放棄 那慢慢再去 有機會再去加速 那希望呢 那就是沒問題啊 那可以呢 就是繼續 飄置前面的車手 整輛車都慢了 肯定 肯定要慢慢捱回去這個維修站了 全身再調教一下了 是的 看到那輛車的負責 都是策略上的 不真慢 好啦 然後下方也是幫一下 那輛奧陽藥呢 在計時的 二二 那輛電營也 還有 二 不是維修站了 那輛電營也 那輛電營也在 是啊 那輛電營也在 那輛電營也在 為什麼呢 還要在那個位置慢呢 感覺比較詭異一點 因為你是要 放鬆進 踩行轉速過去呢 才有效的嘛 那輛電營也在加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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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輛電營也在右上去 啊 再來一個計時的啊 沒錯啦 那看一下這個策略 是否有效呢 那輛電營也在加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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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輛電營呢 就是影響不算很大啊 那不是一個出彎位 也都不是那個 那輛電營那條 那條線來的 那所以呢 那這邊呢 就是工作員不斷揮動王旗啦 而其他車輛呢 也都是很醒目的 那一一都是通過 那看到硬哥呢 那輛電營也很快啊 那證明剛剛的策略呢 暫時啊 暫時成功啊 那其實很多的車手 都是採用這種策略的啦 那看到有機會才是加速 它要前進的啊 那這個時間呢 就是比莫特納的時間 要快 在第一個路段 0.007秒的這個優勢 比昨天莫特納的時間呢 是要快些 不過要看回在上路呢 我可以呢 就是一樣維持著這個優勢呢 那我們呢 現在那個 排位賽時間 還有是不夠九分鐘的 是啦 所以真的呢 眼睛呢 都要知道呢 這兩個圈真的要拼的了 原來當駿宇啊 暫時排在這個第十一位 這個香港西手 要拼一個快的眼睛啦 要拼一個快的眼睛啦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各位觀眾呢 如果想繼續收睇的話呢 將會是 轉去澳市的公清頻道呢 繼續收睇這個 澳門東貿陽大賽的 然後呢 一點八百分 澳門呢 將會有新聞時短 好了 現在比賽呢 仍然就是繼續 啊 還有八分鐘的這個排位賽 啊 第二點 是爛了 啊 那似乎可能啊 但會給了一個黃旗影響 所以還未成啊 那看到和尼都翻一翻進來 是啊 因為我們身份就做了個時間 兩分之三秒 零九八 就上了第六位的 原本就在第七位的 那這個時間呢 連續都超越了一個保護士啊 那反而很沒有指的時間 比韋特民的時間 更加快 不算是很理想啊 這兩天的發揮 那暫時看這個第十位 兩分二十二秒三一三 那雖然這個時間比昨天呢 是自己個人最佳時間大了 有1秒有多了 那我們看回呢 那麼 好得意的一件事呢 就是 莫卡蘭其實呢 他的 雖然跑了很多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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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呢 那兩次的排位賽的 最快圈速都是由他走出的 其實 很熟悉的 是兩次排位 他加上熟悉的 是啊 那麼 所以呢 剛才他有一段時間呢 是看回那個維州站 那裡沒有出來的 他要看到還是 是不是有需要才出來呢 那麼 那麼 看到現在的賽道呢 都幾安全啦 是啊 現在出來了 那出來呢 看看可不可以再突破 自己昨天的那個時間 因為昨天呢 在做出快圈速之前呢 其實他自己有犯錯的 他自己都說的 不是 那個犯錯之後呢 就立刻做一個快圈 就是 就是 鏡頭現在拍著呢 就是 末卡拉 最佳的就是 2分28秒23 第二 最佳的時間就是 2分28秒408 就是今天啦 今天做出來呢 就是 23秒408 當然啦 他出來的呢 這個就比較少的 那就是時間頭三位的 莫哈達輪科技師的班博 都是最佳的時間 做到兩分十八的 那眼睛的總兩分十九 到三六三就在第四位 那歐陽的希臘是 那時班第五位 快的時間就是兩分二十秒 二六 那是五時呢 那就是見到仍然捕捉著 是莫哈達輪科技師 停了好幾個圈 來回出來做個快圈 我們看看莫哈達完成 第二個Center的時候 時間是怎樣 自己都是幾快的時間來的 雖然你昨天自己個人的 最快的時間是要慢些 不過回到來呢 那個時間呢 相信都會是一分之十秒之下的 哎呀 那前面呢 有自己的隊友 他可以 差一點就是 放了牆 然後 抽他的頭之後呢 就是回到來 終點了 看看他的時間 不是要突破 昨天最佳時間呢 相信呢 就比較難些 哇 差一點而已 兩分18秒 二八二 也都是比昨天的時間 差了是 零點零五秒左右 那這個狀態呢 我相信呢 對於 莫哈達的對手來說 不是一個好消息 那時間呢 就是五分鐘以下 那我相信呢 那一班司機隊都會說真的 做一些快的煙出來 哎呀 莫哈達 自己想做的快圈 差一點就是 出錯了 幸好呢 是隨時呢 是收到那部車 然後呢 拿回頭帶出來 剛剛避過了那個防災欄 否則的話呢 又要是 不止是損失時間了 我相信呢 還要損失他們的 一些部件 那這些部件 怎麼會不會對自己的車 明天的比賽效能影響呢 真是沒有人知道的 幸好他剛才救了回來 是啊 千軍一發呢 其實冷急很快 馬上救回來 那些 我想他自己都想快 因為看到這個時間呢 其實都不是很穩固 因為自己隊友呢 雲哥爾呢 那個時間呢 是很快很快 哎呀 我看到上路又有問題發生 並且流出大量的水呢 啊 啊 啊 我相信呢 就會是 有一次出動安全車 或者呢 暫停這場的比賽 對啦 紅旗了 沒錯 直接紅旗了 那這場比賽呢 就是暫停 哇 非常之多的游泥在這裏啊 那麼 那麼可惜啊 莫特蘭還有雲波子 本來做得快圈的 那麼 還有三分十九 應該都 那個時間都很多的 是啊 因為你一出來 然後就給你 Warm up一個圈 跟著就要再做 其實呢 就基本上呢 是很難的 不過呢 現在還有是三分鐘的 多一點的時間 那我看這班車手 回到來的時候呢 會是怎樣去做 那我 達歸泰暫時在這個 第十三位的屈指呢 那我看到呢 就是在這個第十五位 那 現在的排程呢 跟上一次紅旗呢 就 基本上差不多了 那原來是 莫特蘭時候最快啊 那我看看剛剛的意外 那原來剛剛 下來了 雨空街大直路的 那 就在這裏 進去 那我看到呢 就是撞的 即是損位的程度 不是很嚴重的 只不過呢 就是爆了水箱啦 或者也有些油 滲了出來啦 那 那 也都大股呢 有個指示啦 那這一次的排位賽 都將會結束啦 就不會再重新開始的 那 換言之呢 莫特蘭呢 就可以投位出車啦 那麼 他的隊友 換波爾呢 就會在第二 五十八卦呢 就會在第三 跟著下來呢 就會在眼光啦 可能是藥氣啦 現在呢 就是生物省省的